第一步咱们是糯米粉 盛出糯米粉 第二步用的温水 常温的水 再和一条 割了四勺糯米粉 六勺了 差不多 就可以了 用开水 第一步用开水 少倒一些 过过看 看这个面 别看它有干粉 你先搁手抓一抓 它有粘性 就可以了 抓的时候 你现在要粘手 你就沾点水 沾点水 它就好了 把水 放在水 里面 放在水 里面 放在水 里面 火好以后 就搁上盖 盖上 半个小时 这次 咱们做的是 凤鱼馅 盖上 砂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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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馅 鱼馅 砂底 砂底 一个一个在搅盘子 团一团 圆糊了 搁点 团一团 搁点 搁点 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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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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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